大家好,我是乐娜 欢迎来到我的系列节目 《可以吃的花园》第16集 介绍花园里能遮人的寻马草 寻马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40到100厘米 四菱形,密身刺毛 寻马草也被称为蝎子草 它之所以能遮人 主要是植物体上有一种表皮刺毛在作怪 这种刺毛端部尖锐不刺 人和动物一旦触及 刺毛尖端便会断裂 放出乙酸,刺激皮肤 产生痛痒的感觉 可以说,寻马的这种行为是正当的繁卫 让食草动物望而生味 由于寻马的茎和叶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 多种维生素 胡萝卜素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虽然寻马一身的刺 依然抵挡不住 被吃的命运 寻马草 种植当年即可采收 可连年采收 人们一般在4-5月的中上旬 猪高达到40-60厘米时 采食其鲜内的净叶 采下后可以用开水超厚冷藏 也可以用寻马的净叶 烹制加工各种各样的菜肴 可以凉拌 做汤 烤菜 寻马汁 饮料和调料等 寻马种子的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 接近大麻和香蕊 以及亚麻等油料作物 寻马籽榨的油 味道独特 有强身健体的功能 温馨提示 采摘寻马嫩叶 要记得戴手套 或者直接使用剪刀 尹麻 除了使用外 最重要的是它的药用价值 在欧洲 在欧洲 寻马作为一种大众药物 用作利尿 收敛 止血 去痰 和摧乳外 还用于治疗关节炎 慢性皮肤病等 尹麻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 就用来作为药用 尹麻制剂外用治疗 有脂液性皮炎 头皮屑 以及可以防止脱发 在土耳其 当地草药专家 以寻麻全草入药 防止各种疾病 几乎可以替代所有的药用植物 被称为百草之王 德国药品风湿胺 是寻麻剂的禽膏剂 其主要成分为咖啡泰苹果酸 具有抗炎活性 用于风湿性患者的自助治疗 是德国五个最常用的药物之一 据考证 在英国的一处三千多年的遗迹中 人们发现了一些器皿的内部 保留了寻麻汤的痕迹 用寻麻叶做成的寻麻茶 还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糖 我们每年都会采摘叶子 放在锅中来炒制寻麻茶 当然最受欢迎的 还是寻麻的保健功能 寻麻的应用 以从食品医药领域 拓展到日用化工领域 用寻麻提起物 制备的牙膏和树口液等 口签保健品 能够减少牙齿的斑痕 牙出血 以及牙医炎等等 用寻麻 用寻麻制作的护肤霜 可以有效的保护人们的肌腑健康 在英国 寻麻还用来酿酒 做食品添加剂等等 寻麻的适应性较强 生长旺盛 几乎不用多加管理 而且 极少受病虫害的危害 不需要施农药 因此 我们在花园里种了几片寻麻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 寻麻植株高大 净业繁茂 生长发育快 其营养价值 不亚于木树和豆类等饲料作物 对于牲畜发育 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 它是非常优质的饲料 寻麻还具有生物肥料的作用 很久以前 就被当作生物农药 用来防治病虫害 特别是防治黑牙虫 据德国柏林的一个调查 大约有25%的园丁 会在自己的花园里使用寻麻液态肥 其中氮素大概含40% 可为植物迅速吸收 它还含有可溶性的寒氮衍生物 能有效的抵御病虫害的侵袭 增加植物的抵抗性 寻麻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就是它的工业价值 寻麻的净皮弦微 韧性好 拉力强 光泽好 易染色 可做纺织原料 或制麻绳 编织地毯等等 它是重要的 弦微植物 寻麻净皮 含有大量的长粗弦微 可用作纺织 造纸 或做成粗布 与麻布较为相似 古代欧洲人 早就采用其弦微 来纺织衣物 总之 寻麻浑身是宝 亲爱的朋友 你也到花园里去看看 现在正是品茶寻麻的季节 千万不要错过寻麻的盛宴 感兴趣的朋友 请您留言 点赞 转发和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